我們收到一個初步陽性的個案 這個個案是涉及42歲的男士 他住在田門區的 他的職業是一位測試師 我們做了初步的流行病學檢查 發現他沒有去過高圍城所 亦沒有跟其他確診個案有結束 初步調查到他沒有來過 有一次沒有看見 他就在田門區住 跟太太和女兒在北角上班 我們現時全力盡快追查 他在過去21天出目的地方 看看會否跟其他個案有甚麼關聯 尤其是我們近期甚至是過去一個星期 找得到的個案 或者是一些社區曾經出現過的個案 現在這個工作是進行這樣的 因為這個個案都是剛剛幾個小時前才收到 暫時初步源頭不明 暫時初步源頭不明 這位患者我們初步得到的資料 他就在1月2日出現頭痛及發燒的病症 他就在1月3日昨天向私家醫生 一位私家醫生提診 私家醫生一時安排他做一個心喉退疫的測試 他昨天留的樣本就送去檢測 今日下午得到的初步結果就是初步陽性 樣本亦都送到公共衛生法院服務處 這個樣本我們亦都證實了 它是帶N501Y和P4700K的 CD值是大於30 那個病人已經是即時安排了 入了醫院入了發大雨山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我們會稍後如果有多些資料的時候 就會將個案的傳染 快來訂閱通知 按旁邊小鈴鐺 給我們點讚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 也歡迎在下面多多留言 我們會訂閱 我們可以訂閱 按旁邊小鈴鐺 朋友們就按讚和訂閱 來訂閱 我們繼續按讚和分享 我們歡迎訂閱